那個歡迎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很辛苦的來到了哲人 那我想 我發現今天在座各位都是好像比較年輕的面子 那我覺得大家對我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也蠻輕鬆的在聊一些事情 那我想這個禮拜應該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看一下好像現場有很多應該他們有什麼票券 就是可能前三天大家在家裡等電話 然後剛好又發香港又發生了那個 那個反送中的這個運動 然後隨時大家這個禮拜 然後禮拜五 禮拜五呢大家又很熱血的來到這邊 是為了要討論這個公共法修正的這個議題 所以說我覺得大家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覺得 比如說一下本電話會的時候 當我們在看這個香港這個世界的時候 其實那個經驗就是有點像是說 你在那裡 然後你看著他 然後你等待著什麼東西 可是 那個機會它是不一定會來的 或者就是說 你會覺得你可能有無力感 但是 這一種 我會覺得說這一種 很沉悶然後無聊的經驗 它其實也構成了 我們的這個民主政治 或者就是說我們民主的生活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那今天的這個公共法修正的議題 其實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 為什麼會討論這個 特別要討論這個公共法修正的議題 因為去年 又是發生了這個公共十案的這個 可能對部分人來說 有點像是悲劇 就是說 就是說現在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然後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 變成是說 大家好像就會覺得說 好 那我們就把它 就把它 呃 我們就把它限制一些東西 是不是把它限制一些東西 或者是改掉一些東西就好 那其實這個東西 是不是也是太快的來做這個決定 這個東西是我們今天主要討論的意思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這個 那個余常欣先生就是說 他有一個小小的團隊 這個叫做公投地方 他們從這個去年的一二四開始 這個公投十案 這個這個公投的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他們就一直在 在這個研究這個公投的問題 那我們相信今天他能夠 我覺得我們很多不一樣的觀點 對 我們今天那個氣氛比較輕鬆 也比較溫 所以說 等一下呢 到了這個問答階段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 盡量踊躍的 大家一起來討論 好啊 那我們就 我就不多說 那我們就時間交給那個 常欣 那請常欣來 為我們 動手做 自己動手做 都可以 都可以 方便 大家好 那個 我是余常欣 就是 我前一半工作 是電視節目的製作人 那我也是 五公投 Dbuck的手組 的發言人 那非常發言人 就是因為 話多嘛 對 所以大家 今天 覺得我講太多的時候 要支持個微笑 對 那有什麼問題 可以討論 那 我很快的介紹一下 大家都介紹完 我覺得那個火鍋生起來了 王院童文成的 很爽 我也是 去年投了什麼都沒有 都全共二色 對 今天早上 我們那一場就輸了 所以 對 就是怎麼壓著輸 奇怪 那我的悲觀 比較不一樣 我是念 異宮的 我是 同一系的悲觀 那 我的 跟公投唯一的連結 就是 我去了一個 全美國 公投最多的 周念書 唸碩士 我在加州待了 四年 就是 念書兩年 公投兩年 那在那邊就看了 他們就是 兩年就一次公投 然後就 跟著電視口號 一大堆場的英雄 然後好玩 那時候純粹就是看熱鬧 那等到 後來 去年那一場 才知道 哇 跟自己這麼近的時候 就不是看熱鬧 就是 對 然後自己投了又不碰 覺得很難過 對 然後 然後就開始跟 正好有一些朋友 有夥伴 他們 是這個領域 才有專業的 或是跟電機產業討論 那 我在這個團隊裡面 我奉獻的 角色比較實 但第一個 我畫很多 可以知道有效的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 我 可以提供一些 加州的一些經驗 所以我是比較負擔 負責 加州他們公投 之前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他的制度 現況是怎麼樣 跟他做一個分析 然後整理到我們的 修法進貨裡面 好 那 我還不多說 我們就 往下看 我第一個想要問大家的 一個就是 在場 人數 應該有 二十多 三十多人 那 我想問大家 大家覺得 我們需不需要公投 這個東西 公投 我們需要嗎 然後我們理論上我們有議員 有很厲害的行政院長 有那個立委 理論上 當他們說的就好 為什麼 覺得 需要的 舉個手 我還是同溫層 那 絕對不需要的 沒有 還好 我們大勝 耶 沒有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投勝的 那 我們 剛剛做的這個 這個小小的 算是溫卷調查 或是投票 其實他就是一種公投 只是我們的樣本很少 就是這場 這個 這裡面大家 要公投的時候 有公投法 一定要來修 我們剛剛投完以後 哪不能 對 就是 我們投完以後說 我們需要公投以後 我們接下來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制度 把它建立起來 那就 後面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就不會是說 欸我們投完 我們要公投 好那以後每件事情 大家都要投一下 好像也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去一個 現行的公投法 就是現行的公投法 他在 尤其在去年 11.124之後 我們發現他遇到了哪些問題 那我們大概整理一下 五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 第一個就是 語圖不符 圖文不符 就是 所謂的標題跟文藝的 跟主文的不一致 然後第二個就是 所謂的死人元素 這個大家很清楚 那第三 人權 他到底有對方 第四就是 那 意義跟反對方 的參與空間 在哪裡 誰來認定 第五個就是 我們公投的所謂 醞釀 討論的時間 看事情做的事情 很多訊息 沒有經過證實 他發出去 然後大家認證實 就投掉 好 那我們的制度是應該要怎麼做呢 當然就是要 有更負責任的民主 那就是說 你提了這個公投案 我要為他 會叫的 不管是真的還叫的 今天是真的還沒有 你們假的受理 你們要怎麼讓他負責 好 好 特性就是我們 我們希望在公投法 修造 或讓大家 更踴躍的參與 然後有實質的討論 然後 大家要對自己的 意見 提案 自己承認 那 我就從第一個開始講 我們的 所謂的 標題 文藝的不符 最重要的就是 第16案 大家應該要修造 就是所謂的乙和氧綠 那我們看一下 乙和氧綠 他製成乙和氧綠 他從頭到尾到現在 原文藝體上都是寫乙和氧綠 但主文是寫什麼 你是我同意 廢族電業法 譬如說是 我跳底下 就是114年 全部定時運轉 核能發電設施 這一條把它刪掉 那跟氧綠的關係是什麼 不知道 那為什麼從頭到尾 不管是媒體的報導 他們自我的宣傳 全部都叫有氧綠 沒有人阻止他 或是說 大家都知道有問題 那然後呢 就是 政府拿他也沒責 我們拿他也沒責 那很多人就 真的以為說 喔 這一條工作叫有氧綠 所以很好 有氧綠 但也有人有和 但我相信可能沒有很多 但很多人看到氧綠 就喔不錯啊 那這個準確說一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行政院目前的說法 剛剛裡面有寫到就是說 喔 為了避免所謂這種 就是標題跟 你主文不符的時候 怎麼辦 他就寫 簡稱你就要先寫出來 你以後要用的簡稱 然後字數 寫這邊說 那我們把字數縮減 但是奇怪 那字數縮減跟標題不符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就真的有進出 他們可能覺得字寫少一點 你就會比較真實一點 這個我曉得 所以我們 字體小組討論 我們debug的小組討論的時候 理論上 這個是參考類似的 就直接名利 你要簡單指數據 簡稱組的人要想 然後 而且是提過 所謂的審查 追蹤循環審查 我們不要去限制 所謂的字數 或是版面的審限 因為這年頭其實 你可以看到很多藍文報 因為你不限制它 它在賣上發的也都是藍文報 所以 這個意義而在 那我們根本指定就是 讓你的公報上面 你就宣傳的時候 就可以自用藍文報的方式 去做呈現 那同時 中學會知道 你會不會用了什麼樣的藍文報 去做宣傳 那這個直接簡單的舉例就是 我寫了 那個一篇 三十個字的 跟我直接畫一個特表給你看 哪一種會容易清楚了解 那再來就是 死人連署的部分 那死人連署就是 最有名的就是第七案 反公公通法 那個死人連署部分 解決要怎麼解決 年神本正名本 那這個 這個當然是 我們認為這是最糟糕 最鳥的一個解決辦法 對 那 我們認為 他這個 只能夠阻擋到 比如說 我規規矩矩矩去做連署的人 我真的是找國人去連署的人 才會受到這個影響 因為你所迴避 你要看你來引迷機 連署的時候 借我引迷一下身份證 我要幫你那個概念章寫 請供什麼什麼使用 不然大家都很害怕 那很多人 很多單位 他可能是身份證原本 他早就在手上 或是根本身份證在手上 他還需要擔心這個 身份證原本的問題嗎 不需要 所以這個打到的是誰 這打到的是 會不會繼續 在造這個遊戲規則中的團體 那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討論的建議就是 也是參考國外的問題 是用電子連署就好 你的所有的資料寄上去 你用你的那個 自然移平證 或是一本健保卡 或是以後未來的所謂的 金便身份證 你插上去去做連署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有活的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很難 不會 其實這個 大家不知道今年有沒有報稅 今年有報稅 就會發現今天報稅很方便 健保卡就可以 自然的明珍都不用 很奇怪 收稅的時候就可以用電子 連署的時候就可以 這是 好像三十年份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想到的一個制度 就是用 所謂的連署保證金 那連署保證金 它的概念就是 或 那個 你提供 比如說你提供了一百萬份的連署 你每份連署的書 假設你 假設你 要收了十塊錢的保證金 你就找了一千萬的保證金 好 核對完 發現你裡面只有 五百萬份是正確的 等到這公投結束了 我們發完你保證金的時候 會只推你 你有效的連署出 那就是 你多繳的死人連署 當然就是我不會推你 扣掉 這是一種懲罰 這也是就是 我們要講的就是 你可以用很多 所謂的制度設計 你可以去避免 這個狀況 所謂的死人連署的話 而不是說 這樣子的認證 這是一個 我們就是很倒退的一個 一個一個 好 再下一個就是所謂的 人權能不能共同 第十 十二十四案 這個大家應該都 這邊同一起來 就直接說 大家應該沒有 對 那這個到底能不能共同 那 理論上你要去 剝奪一個 因為 這個現在知道婚姻權嗎 剝奪一個人的婚姻權的時候 可以去投他 那 所以 行政院修法版本就寫了 功德不得違反我 國已經遞解了 國際人權公約 就是所謂的 人權公約條款 那 我們的版本是 沒錯 上面這個是正確 但是 這個功德提案 他有沒有違反 所謂的憲法人權 國際公約 誰來判定 今天 現在是 民進黨的 衝小會 可能會說 喔 這個違反人權 我們到底都會痛 所以他們不敢判定 所以他就不放 那 今天 換了一個黨執政 他可能覺得說 這公投 不管是違反人權 我都說他違反人權 我都不可以放 會不會有這個動法發生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是要用所謂的司法仲裁機制 這個在 不管是我們參考的瑞士跟加州制度 都是這樣設計 就是 今天這個提案 是不是有違憲 有沒有違反人權 可不可以投 應該由所謂的法院來採定 那法院當然就是 就是我們台灣就是所謂的 行政法院 跟最後有一個大法院的婚姻 他們來做裁判 那 就會 那樣司法 就是所謂的行政權跟司法 有沒有分開來處理 因為 中選會其他的角色 比較偏行政權的實用 因為他是 辦理選舉的一個機關 辦理選舉的一個機關 那 他同時去 裁判說 這個東西 到底可不可投 有沒有違憲 的內容勝場 我們認為是 是有一個疑義在 下一個就是所謂的 一一反對方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11 12跟14 15 這兩岸的 這兩組的對撞 就是都在講 一個是 統統馬 一個是反反反反反反 那這個對撞的時候 互相 會有所謂的 戰勝跟反對的 正方跟反反反的存在 那我們現行的公司法 是沒有所謂正反方的設計 我們現行工作法就是 反正你提案嘛 你要反對我就再提一個案來反對 大約一團團就很多 那其實 在加州他們很喜歡就是 你提一個案 比如說你提要反同婚 那我是反對你的 我就直接當成我是反同婚的團體 的代表 反這個 對不起 反這個提案的代表 我組織一個團體 然後我就一直在 我也可以發廣告 我去說 你這個工作是哪裡有問題 我就是 我不用自己再弄一個提案 我只是想辦法一直去反對你就對了 就不會說 兩個案子大家就是 搞了一團團 所以 行政院目前的版本的解法就是 我們剛剛講那堆退出公投 就比如說 假設 去年一二四 反同婚公投過了 同婚公投也過了 誰算輸 那行政院目前修的版本就是 誰的票高 誰勝 這當然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解法 但是我們 我們認為除了這個 的一個制度的設計之外 應該要讓所謂的 一億人反對人跟政府參與的角色 再更 法治化一點 那 等一下我會介紹誰是一億人反對人 那 一億人反對人 一億人就是 今天有一個人 他提了這個案子 提 比如說我 民法要規定 非 一定要一男一女的結合 才算是我的民法 提了這個案子 好 這時候我覺得 不行 這個東西影響到人權 不可以投 我就舉手了 我要一億 那 我就組成了一個所謂一億人團 去跟中選會講 這個東西 連投都不能投 這個提案子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成立 那中選會就 就應該要辦一個所謂的爭議處理 就是要開公民會 收集資訊 然後 最後把這些資訊 全部送交到 所謂我們前面講的 司法機制 就是 行政 最高行政法院 或是大法官 那邊去做解釋 像比如說 因為 台灣好玩就是 我們去年 其實大法官事件出來了 你一個公投去 反駁大法官事件的結果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因為大法官事件的位階 是司法機制 你一個 國內法的公投法 的公投結果 可不可以去 跟他抗爭 這個是很奇怪的 但理論上 在國際上 是沒有看過這種做法 你要晚就休憲 那可以 你又不是休憲 你只是定一個 去修一個所謂的明法 那這個明法 明明大法官你解釋完了 不能這樣子 他怎麼還可以去反駁他 所以這是 這個 其實他是 理論上 我們的團隊討論完 是 他應該連投都不能投 他連進入二階領主的權益 都沒有 反對人談就是 喔 好吧 終權後最後放 法官也說 OK 你可以去做二階領主的時候 我還是要反對你到底 那 一個做法就是 我也再提另外一案 像去年這樣 我再提一案 跟你做抗爭 另外一個就是 我從頭反對你到底 我就主持你的所謂的 反對人團 我就一直做你的 反對倡議 就是 你去宣傳的時候 我在旁邊就是 再擺一攤 不對 他兩個都是錯的 正確的資訊在這裡 類似這個概念 我們認為這樣可以讓所謂的 正反方的資訊 可以更 平衡 正方的資訊 如果是錯的 反方就可以在這時候反對 那正方 那反方如果資訊錯了 正方那一個優惡 這是一樣的 一樣的道理 這樣會對 大家是在同一個 一個議題上 做所謂的 這個 爭執 啊 我們認為這樣會 會討論 議題的 提案的討論會更清楚 那當然政府參與我們認為這很重要 就是 現在 我們的 台灣政府 對所謂的公投的表態 幾乎是沒有 這樣比如說 那個 你所謂的 明明知道不可行 核廢的要放哪裡 你從幾樓市要花多少錢 政府都不講 你也不知道 然後你就去投 然後一投完發現 哇 從幾樓市可能要200億 那如果這個資訊在 之前就告訴你 你還會去投贊成嗎 那你就要想一想 對不對 對不對 政府的角色在哪裡 政府對每個議題 他人家都會有他的立場跟態度 可是都不敢這樣 想說 你們民間吵架 不要來找我 你們自己去打一打就好 這不對 他政府是最後要執行這個 這個工作結果的人 他怎麼可能會沒有立場 對不對 好 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看一下 所謂的那個 前面有一些小圖 不知道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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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這個圖是解釋一下所謂的提案人 提案人團 一人團 反對人團 他的位置在哪裡 那提案階段的時候 提案人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找個連署大約兩千份 然後我就可以繼續向中選規提案 然後 接下來 承案之後就進入二階連署 就是大概三十萬分連署處 如果大家去參與到大概知道的過程 然後就是投票 投票 投票就是超過那個 投票就是超過那個 投票可能會心不怕 然後他們在那裡看 對 那我們這邊新設立的就是所謂一一人團 一一人團 就是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人民團體來看待 所以三十五 你成立一個一一人團 然後就跟中選會說 這個議題不可以投 他連那個 提案的資格都沒有 中選會就要去處理 好 好 最後還是承案了 變成 進入二階連署了 提案完成進入二階連署了 通常 我們想像就是 這個議題人團 就會準的 反對人團 我繼續跟你抗議到底 這個如影隨時 那 他也是要有一個 連署處就是 這個 提案接待的連署處 售集兩千份 成立一個議題人 為什麼要讓他有一個連署的 一個資格呢 因為 他的 人民團體資格 跟所謂提案人團一樣 他可以去募款 他可以去做廣告 他會有代表性 那今天 政府如果要辦 所謂的電視電動會的時候 他就是 代表 就 比較難有所謂的假犯法 因為他就是從頭到尾都在 不在跟他們一樣 而不是說像去年就發生 欸 這個 這個案子的反方 政府本來也不知道是誰 我就隨便選一個人 就一選 欸 考人人還是正高的 這個是很奇怪 這個是很奇怪 這個做法 那再來就是最後就是 我們就講公投音量時間的不足 那 原本的那個 現在的制度是 就是 成案後 就是連署完成之後 一到六個月之內 要舉行投票 那其實一到六個月之內 大家真的搞懂 公投的內容 總是十案 不是個三四案 對 是十案 然後十案裡面還有很多重複的 然後還有所謂文字語意不清的 前面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狀況加在一起的時候 要你 在一到六個月之內 就去投票 這樣 不太對 所以大家要帶小鈔 這個 然後小鈔寫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想 我們也不知道 好 那行政院版本 他就把它改成 三到六個月 好一些 那 這個三個月 由來大概就是從 加州那邊 因為加州有規定 就是成案之後 一百三十一天 投票 成案之後一百三十一天 大概是加州才四個多月 那 瑞士跟加州的案例 就是瑞士就更久了 瑞士待會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的 流程 我們希望 提案到投票 至少要超過十二個月 從提案開始算 然後到成案 到投票 這整個流程 我們認為至少要超過十二個月 才是可以讓大家從無到有的討論 會比較完整 那這個做法 我們希望拉長是提案期的討論 那這個圖比較複雜 那我們就是每個階段的討論 的流程 從提案開始 然後到那個 如果他符合沒有人意義 就進入所謂的連署 二階連署 那如果有意義 就要開至少有位的六場聽證會 然後 聽證會完了 你可以補證你的提案 然後一一方 你可以補證你的一一的理由 那最後是 我們認為是應該送法院 就是所謂的憲法法庭 讓他直接由法官來裁定 他有沒有違憲 他有沒有違反公投法 他有沒有違反所謂國際公約 也有沒有違反人權 由法官來裁定 裁定之後才有所謂的 你可以連署 或你不可以做連署的動作 那這個是簡化旁邊 剛剛的一個流程 所以大家可以再 很快的聊一下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二階連署的流程 那二階連署的流程 那二階連署流程就 有沒有練完整連署 就是還是 原來一樣的狀況 好 完成之後呢 三方要提交所謂的 那個辯論名單 意見書 為什麼是三方 政方 反方 和政府方 我剛剛講 政府一定會有立場 不可能沒有立場 對 政府的立場是什麼 你即便是中性 你要講為什麼是中性 對 都可以做好 你講 你反方也可以做正方也可以做 不管這功德 投出來結果都很開心 那也可以 這也是個立場 對 那 然後公開辯論 然後 一週前 就要計發所謂的 投票報告 我們現在是 兩天 對 我們現在是兩天 有點少 有兩天的時候 投票報告 投票完 投票完之後 其他人 反對人 都要做計算和計算的動作 因為它是任務型的 一個人 國民反應 這個功德結束 還沒用拜拜 這個是簡化一下 把旁邊的 所以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 我們的那個 遇到了 五個問題 整個部分 我們的想法是 有旁邊的 我們的制度的 補進去 會讓這個功德制度 更完善 當這制度更完善的時候 你的討論會更充分 你的思考會更周旋 而不是 我搞不清楚狀況 或是我被假資訊誤到 都沒有機會去生氣 我就投了 那 當然很容易就一再重演 去年一二四二 算慘劇了 除剛剛那個五點之外 我們認為 如果可以把這幾個地方 多做調整 會更棒 這就是 不在籍 投票 那這個 不在籍投票 講的不是通訊投票 因為 畢竟台灣還有一個 很強大的 鄰國在旁邊 然後我們有很多同胞 在那邊工作 那我們希望呢 推的是 不在籍投票 但是就是 你人要在台灣 不是說你 你用記性的 像比如說 北標今年 從高橋來台北 我在公投 日期發布之後 我去登記 我今天要在台北市投 然後 你的選票就會 放在台北市的 此地的投開票所 這樣就很方便啦 這樣第一個可以 普遍大家的投票 你不用再買車票 坐飛機 坐船回去 你可以更方便的投票 更容易參與 第二個就是 我們應該要思考 是不是公投應該要 抵造公務人員選舉 的時候 有補助金的制度 我們現在 每個候選人 他的選票 超過一個文函的時候 他是有補助金的制度 選票補助金 大家應該已經過 那 公投做野鼠 然後最後做投票 他們是不是 就是這些團體很辛苦 他們是不是應該有補助金制度 那第三個就是電子提問 就是 不知道大家 最近有沒有那個 去白宮那個 網站提問 就是提出那個 請那個 解除 那個香港 那邊 那個 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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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欺負人民的那些官員 取消他們的美國籍馬 那類似這種概念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那個提問 就是說 我今天有疑問 我對這個公投提案 不管是正方有意見 我對反方有意見 還是對政府有意見 我是不是 要有平台 讓大家給上去做請問 最後 大概就是 地方公投 我們這次的地方公投 的武法裡面的門檻 是沒有 沒有下修的 我們 留給地方自己處理 那 全台灣 只有西方沒有處理 其他地方沒有處理 所以 每個地方的公投門檻 有些人還要比 全國也處理 全國的公投還要高 這個也是個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讓 地方的小型公投 更長的發生 那 公投的角色應該是什麼 他是個許願池 就是我投個票下去 我希望他真的能夠發生 完美 還是 他不過只是一個展現 靈異的一個機制 還是說 我們希望他是全民參與的討論 還是說 反過來 因為有全民參與討論 才可以用這個公投來反映民意 最後得到美好 我想我們都忽略 我們都忽略了 最前面應該做的兩件事 我們都希望 我們這張票投下去 明天台灣就變好 但是事實上會這樣子 這個 不太可能是我一個公投案 我就可以改造 改造他變成這樣 他需要所謂的 我們經過這幾個討論 我發現瑞士為什麼會要這麼長時間 來醞釀一個公投 一本加州 他至少都稍微一零散 因為 一個意見的凝聚是要時間 那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 詹麗先生 謝謝 好 不想看 剛剛大家聽了 好 這個比較詳細針對我們信用制度的介紹 可不可以簡報幫我往上跳 這個 第23頁 借用一下這個 按檢報 好 剛剛那個比較的 23 對 對 對 那 其實 我們也是從源頭脈絡去講 剛剛因為常常提到去年的實踐公投 那其實在實踐公投的 就是說從提案到中旬 會在審議的過程中 其實 政府機關 當時其實政府機關幾乎沒有看到很明顯的有哪一個部門 尤其這裡面其實最相關的應該 一個是經濟部 一個是教育部 那或者是可能內政部 或者環保署 那其實沒有很明顯有很多的 就是說政府機關有很明顯的進行去 就是說對這些去表示立場 那再來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它是黨中央其實也沒有進行捍衛 但是如果我們回去盤點 那個 蔡總統在2016年的那個總統大選 其實那是累積從以前2012拜選之後 開始跟民間對話 累積之後 他的那些總統證件 其實很多都跟這四個公投案息息相關 那今天 執政民黨已經變為執政黨了 那當初是在競選過程中提出來的這些競選證件 他不會單單只是總統的責任 也不會只有一個執政團隊行政院的責任 理論上做一個執政黨 民進黨也應該要去捍衛 可是那時候 我是單轉聽到 雖然說剛剛主持人也介紹說 我也曾經是 環保署的副署長 理論上也是一個政務官 但是那我沒有黨籍 所以我也其實 我在那個執政團隊 算是一個比較邊緣的人 但是後來間接的聽說 就是那時候 一方面當然有九龍一的選舉 另外一方面 那時候的黨中央得力的態度 大概就是說 這個 因為 從公投大學之後 這次一下這麼多 那他覺得 這些都是一個爭議案件 我們還是尊重民意 看告訴結果之後 我們再來決定 那執政團隊 我在猜 大概也是這樣子的方式 那除了就是那時候我在環保署 我算是比較煩惡的 我很認真地針對那個 前面三個公投案 都有寫 寫 那個我們的那個意見 因為 第一個是跟空母有關 第二個是那個燃眠店 還要不要 要不要衝擊 第十六公家 第十六公家 與何養育這個 他有寫 比較認真寫意見 但是因為 工作上有很多 太多很陋常的事情 面對話 然後到庭政會去 就說去庭政去那邊去做 那種能力場去做一些表達 去混亂 但是其實 這樣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來看 他到底更得對 其實如果大家看那個 公投法的地 現有的就好 不要說那些說真的好 現有的第三十二條裡面 公投法 就是說如果它是一個重 我都先 我都用設定全國性的公投 地方的我都不講 在全國性的公投裡面 重大政策的創制 如果通過 政府就必須要做必要的處置 這必要的處置可能會是什麼 需要多少的經費 我想剛剛 詳細也要講的都不知道 那 理論上呢 就是說如果這些 對你的政策可能有影響 你怎麼可以不表態 而且 理論上 如果今天民間提出了一個 重大政策的創作 如果政府真的 真心覺得 這個建立案 這個政策的建議 其實是很好的 他也不一定要等到 整個公投通過了他才做 他也覺得不好 他其實馬上是可以做的 立法院之後覺得說 某一個民間推動的立法政策 或者民間版的草案是好的 他也可以立法人自己提案 所以理論上就是說 如果民間的提案是 重大政策的創制 重大政策 立法原則的創制 甚至法律案的複決 其實如果他覺得是有道理的 都可以直接參財 甚至重大政策的複決 其實民間上也是 但是可能這樣 但如果可以參財 他直接參財 理論上就是說 他不想他沒有願意直接參財 要等他看到最後 也就是說 可以推估說政府的態度傾向是保留 或者說猶豫未定 那如果你要保留 當然你在這個案子裡面 就要講對等人家講清楚說 我保留 我的疑慮可能是 我沒有第一時間我就覺得可懲 那為什麼要保留 其實這時候就應該要去保留 這事情講清楚 可是我們的那個 既有的公投法第十條法 裡面有 我忘記是哪一項 我不知道可以給你們看 就是說 他指說 中許惠州有必要 他可以寒詢相關的目的 儲管機關 請他表示意見 如果他不表示 就視為放棄 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你怎麼可以放棄 那當然後來的草案 對這部分有 對證下 他的修改就是說 一 表示意見 而且還要去講說 這個公投法 過跟不過 他可能產生的法律效果 會是什麼 當然這樣太緊密了 如果有可能 如剛剛常信提到的 裡面會涉及到多少的預算呢 以及後續帶來的影響 這個影響可能是正面的效益 也有可能是負面的衝擊 其實他應該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評估 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你 當他只要弄頭下去 就把政府傾向是抗拒 但抗拒無論如何 你要給人民 有一個 充分完整的資訊 來做判斷的時候 是不是正理界應該有一個 目標 客者 目的事業儲管機關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評估 這個評估當然就剛剛講的 這些 他的那個 正面效益 負面的衝擊影響是什麼 以及如果要去執行 他需要多少的預算 需要多少的期待 應該完整的 看出來 那這樣子才是一個 基於一個充分的資訊之下 讓人民 有這個資訊可及之後 再去做判斷 我要怎麼 到底要投同 還是投反對 那因為有多了 政府機關的這一次 應該要做這樣 更完整的工作 所以當然這個 騎乘 就是說公投從成案到最後要 明星的那個 一到六個月長是不夠 那 那個長新市建議說 至少要一年 其實這對公投的部分 在那個 因為我大概在11月8號就請辭 那所以我但請辭之後 想說放鬆一下 比較 在家裡比較閒 就沒有馬上出來工作 所以我大概在11月2號左右 我有聯繫 連續幾天 就是把這十件公投案 我那時候號稱公投都寫總論 在我的那個粉絲頁 他可能的那個法律上的效果 是什麼 然後後來 連續把那個 他寫了五六天 因為有的是正反面 所以會印在一起寫 大概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我去寫他的那個 可能的通過 或這個公投案 然後他意涵是什麼 那通過不通 可能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那當然 在那個時候大概 關注的沒有非常的多 那後來 大概在過去的 兩三個月可能 第一個就有 針對過去公投的 缺失有寫了一篇 大概應該怎麼 放在那個 頭到蘋果 然後官方版的出來之後 大概在5月22號 也有一篇在上報 就真的光碼的趨勢 大概有在做了一些品數 那大致上 我覺得就是 剛剛長期簡報的 包含這些修法方向 我大概 大致上都很認同 那我是大概另外 我還要再補充幾點 就是說 但之前 本來我們送兩王公投 把他修回 就是說 新來的比較友善的公投 可是這次呢 你說因為綁大選 該不該綁大選 像一次這樣子 正成進攻之鳥 好你要 技術性要去 跟大選脫鉤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後來加上了這個 完全是 大退部的這個 要付身份證這部分 我們覺得非常的反對 那除了剛剛 長新一講的 其實那個 這樣子 其實很簡單講 這個目的呢 不是為了因應說 使人造假這件事情 即便我做了 長新一生的意義 我也明白講說 這根本就是要 重新把公投關回去鳥 讓以後的公投 因為我非常難記憶 因為 我再怎麼認同理念 像我跟漢 漢江認識這麼久了 如果見了他弄一個公投 他來公園 來連署 拿身份證 給我移印 那是十幾二十年了 我可能 可能 考慮會借給他 我只會移印一下 讓注意一下 但是如果換了一個 好 我就會很猶豫再三 即便蓋得髒 也有可能會後世 加工後製 我說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一個 很不好 而且 就有公投法裡面 早就說 中選會應該要 可以去做這種 所謂的那個 電子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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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血水 到現在都此時不做 這個 檢查應該好好的去 調查去糾正一下 這是公投法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人權 是不是可以公投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人權議題 不是完全不可以公投 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什麼事情 大家曉得 再多簽一箱 都可能跟人權有關係 但是 人權議題的公投 應該要特別 要有一個牌子 就是說少數權 不可以公投 那我們就可以看 公投法第一條 其實裡面的第二項 就已經特別規定說 原住民的 涉及到原住民族的權益的話 不可以抵觸原基法 他其實就是在排除說 限制說少數學 不可以拿來公投 那 反映到說 那其實 有關這種 婚姻評論這個議題 其實他就是到底 涉及到少數學 就是要用少數學的概念 去說他 不可以公投 那我到個人看法 不完全說 人權議題 完全不能公投 因為真的是大小事項 或多或少都跟人權有關係 所以 我也覺得 後來真定了第三項 第三項 講說 我們對於 針對我們議題 我請問我們念一下 他說 他說 對於 對於這個 公民投票涉及人民權利義務者 不得違法國國 以締結 經總統批准或公布的 國際人權公約 及其 私刑法規定 那 其實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的總經 我們的 國際人權公約 根本沒有跟別人簽 都是我們自己的規制 然後再定一個私刑法 其實 那個跟他立法理由說 已經 很容易造成國際結婚 根本不存在 他就是靠一個私刑法 賦予他效力 那私刑法跟其他的法律 到底有沒有明顯的差別 我打一個問號 如果其他的法律也可以做法律案的複決 就像剛剛 朝鮮舉例的那個 第十六條 第十六案 就是要把 就是要把那個 定義法第九十五條 第一項廢止 之一還是第一項廢止 廢止而已 這是法律案的廢止 那 私刑法 也是內國法 就是國內的法律而已 他不可以廢止法 就是說 要做這個論述其實要有更堅強 更精緻的論述 他 我覺得那個修法理由 論述其實也太出兆了 而且 他講了說 不可以違反人權公約 我說 我們答案 我們答案比方 兩個 兩個 我們不平均的先不講 我們答案比較 極端對立的 我可不可以公投要求說 已經實行定案的要執行實行 或者說我可不可以公投聯署另外一個 極端的環面 我可不可以要求我們刑法的所有的實行 規定都要廢止 這兩個都是公正公約裡面 應該是公正公約裡面規定的 那這兩個都不可以嗎 還是要求執行實行不可以 還是說廢除實行不可以 因為兩個公約裡面沒有 只是說要開始要避免去執行 可是那些判決確定的 他公正公約裡面也就沒有 那這樣的規定 其實會產生很多謀言 另外一個就是 我今天給我問了 一個是強拆 徵收的強拆破簽 你跟 世俗居住權的保障 這兩個也是一個對立 那兩個可不可以各自去做功 其實我覺得在這裡規定真的是不夠清楚 那其他大概意見比較一致的 我們有多做普通 那其實我覺得這裡面整個制度面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在5月22號上報寫的那天 因為我的標題是說中選會制度不足 就是這些規範不足 另外一個是機關失禮 我覺得機關失禮才更嚴重 那譬如剛剛那個簡稱的這一部分 第16要與何養育 剛剛長新給大家看了主文 那如果大家再重新去把它抓出來 再看理由書 你找不到養育養肢 你只看到只是在貶易 綠殿再生能力 說會造成漲價 會不會帶出那個太陽能 或者是離岸空間都會造成環境的破壞 生態破壞 他從頭到頭都在罵再生能力 但是標題為什麼會有的成立 那這樣子這不是在做宣傳不許嗎 宣傳不許 可是我們沒有 第一個呢 這裡面是機制不足說 我沒有辦法去處理 但是呢 另外就是那個 我說機關失禮的部分就是 譬如說一案兩世上的事情 它完全中榮 在之前有一個後來是有通過 但是因為第二階段連鎖不足 那現在已經重新進來的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黃世修提的那個 和氏重啟 跟那個商爪的這一部 當初他之所以要被 那加一個重啟是因為馬英九是把它給封存 所以 對應封存他弄一個重啟 其實這是 針對這個封存做一個過去既有的政策去做復取 那重啟之後他不是在 和氏被封存的那個狀態呢 當時不是已經可以發電商爪的 所以他重啟之後他根本沒有辦法正式發電 他裡面可能還要重新檢查 可能還要買零件啊 可能要換啊 可能還要再續件 這續件到底要花多少錢 可能好幾百億個 說不定會追加會不會上千億我們不知道 那續件之後還有 接下來還有什麼 要安全報告頻度分析等等等等 弄了很多之後才有可能去申請 商轉正式發電 那個法夾用比較正式發電 就是他講的商轉 那也就是說 這起封之後可不可以正式發電商轉呢 這中間還有很漫長的時間 那可不可以商轉 後面前面還有很多法律上是強制規定 那你可以看到強制規定之後 把起封就直接要商轉 那如果到時候原能會或者台電說 啊我照理人決意起封了 然後 因為檢查結果到最後可事還是蓋不下去 或是沒辦法商轉 安全性不夠 那黃世修他們那個河中 會不會就來講說 你這麼你在搞鬼 那時候這樣未必是 我不要講說一定是 因為一定不會是 是未必是嘛 但是這是明明這個跟這四點 是像商轉其實 基於對民事長來講 他可以講是說重大政策的創制 因為明兩師一向是 反非核的嘛 他不要 那你現在你要變更他一件 所以這叫做重大政策的創制 那之前要把既有已經封存 然後叫做重大政策的創制 所以他明明就是兩次下 可是沒有審的就過 那這部很多是機關師 那所以我覺得在增定的部分 就是說可能要增加他的審查 課者的逆度 那第二個其實就是說 宣傳不死 我覺得 剛剛提到的那個同學長 你加個簡稱要來審檢稱沒有用 重點是 宣傳不死 因為他簡稱也好 給你叫我一隻 但是回去宣傳的時候 用另外的一個懶人包開始 在做假的宣傳 其實應該要考慮再增定說 宣傳不死的時候 應該有罰則加改善 加要他改善 第二次還不 時間到他不改善 直接沒收 這個就取消了 就類似這樣子等等 我覺得在國內的這一部分 應該還是 就是說 可以補充應該 就是說還有這些 那那個 剛剛講那個時間的延長 這個為什麼我也非常正常 那再一旦 我覺得就是說 委員會的產出的模式 要不要再想一想 因為在中學會委員 到底當初是怎麼產生的 那之前看有一個人 明明他之前那麼的 那麼的 有文或有難 他現在時間正常看到之前 顧名調 前三個月就說他要辭職 這關鍵也不會是那麼多 那 再來 就是說 除了 剛剛提到的時間 可以延長之外 那 就是說 中學會在 剛剛提到 就是說 在做這些決定的時候 提案人 如果被否決 有救濟的管道 那 異議方 或者反對方 在這議題裡面幾乎沒有任何 救濟管道 包含 在上一次的十大實踐工作裡面 那個婚姻平民那幾個案 比如 前三個婚姻平民就是屬於 那個 反同方所提案的部分 就是 那 明明有 那個在同方裡面 他已經去申請 那個 那個 同性婚姻的登記 被否決的人 他要到那個第十案或者第十二案 去 聽證的時候 他要是以利害關係去練習 我們中學會是不准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覺得這部分剛剛 從下面的建議就是說 要更友善的更多 討論 那這些利害關係的 你要讓他可以進去才辯論 那 如果權力受影響 那 我覺得真的要讓他有 糾結的方式 那 那個 臺上的建議就是說 可以讓氏環去做 法院可以做適度的那個 裁決 那我覺得這部分也是 應該要 真的應該要發現 非常的重要 但是 喘案裡面沒有 這是非常厲害 好 謝謝 我們謝謝那個 常欣跟那個 曾律師的 這個 很精采的演講 那我們是不是先 給兩位講者一點掌聲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 提問階段 那我們原則上就是說 大概先 收兩三個問題 那 先請這個 那個 曾經 或者說 曾經醫師 回應之後 那我們再進入 下一則 收集問題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有沒有發言 不管 你是 覺得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說 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我們 這裡也是一個 自己動作 直接民主的場合 好不好 不要客氣的話 來 有沒有問題 大家好 我剛聽完之後 有 記下幾點 想要跟 報告者分享 那 我就照順序 一一的講 首先是說 我對於投影片 在講到死人元屬的 那個部分的時候 首先是對於 電子元屬這一點 我個人是 覺得你們的思考 可能我提供一些參考 就是說 你們當然會覺得 利用科技 直接連結到政府 目前在強推的 晶片身份證 或者是電子資料庫 或者是政府資料庫 連結 這部分 的想法是 是 目前還滿 不少的一個聲音 但是 我這邊最近就提出說 比方說 台灣人前出信會 在這個議題上 有非常強烈的 長期的關注 在之前也一直發專門 針對台灣 為什麼 在現在這個階段 適合或不適合 直接利用 電子晶片 晶片身份證 跟晶片身份證 後面 台灣政府 各個 大的 電子資料庫 然後包含所謂的 線上投票 電子投票 這些事情 都有很詳細的說明 那 我覺得 不管是不是 站在科技人的角度 你們直接認為說 用 太過於 輕忽於 資安 跟政府 會因為 像我對大家引流是說 你們很有可能 因為政府會搭你們電車 就是 因為 這是一個 來推行 晶片身份證 跟電子 投票的一個好理由 所以 因此 拿這個理由去做了後面 他附加政府 要做的事情 包含人民 各自 隱私之類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 你們是不是 就是要直接去講說 就利用 直接改成 使用電子投票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需要 非常大的考慮 那我直接就 reference 就是你們可以直接 跟台灣的民宿經會 去了解說 他們在這個議題上面 長期的關注 那邊 他們已經有非常詳細的資訊 當然 我還是認為 這個 怎麼樣更方便 投票這個問題 該解決 但是我非常反對 是直接連結到 所謂的使用電子 線上投票 跟今天身份證 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說 你們後面都提到說 聯署保證金這個事情 我也很納悶的是說 你們所提出來的 做法的概念 基本上是 直接的違反 我們希望降低 選舉門檻 這個大概念的做法 當然不是你們 但是我相信 在對台灣選舉制作 很多討論當中 大家都會提到說 比如說選個市長 要多少保證金 多少錢 選個議員 這個大家都 如果在別的場合 問的大家都反對 說為什麼我們 選台灣的市長 議員要有這麼多 這個反正是 阻礙了台灣直接民主 或者是人民參選的權利 可是你這邊 反而就提說 我要提 比如說一票多少錢的保證金 然後要扣 那假設我今天 是一個全國情人投票 最後是 我連署了幾千萬 幾百萬 那我一個扶桑的 弧民團體 我就要去湊這麼高的錢嗎 那是不是又等同於說 你打壓了 人民去做連署 做公投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剛好可能是你們思考 沒有想到這個方向 我覺得剛好是 直接對打 在概念上是直接對打 然後再來就是 最後第三點是說 呃 你們剛剛提到的所謂的 異議人團 跟反對人團 那 在邏輯上 你們可能忽略了一個 可能的情況是說 那如果我同一個提案 同時有很多個人 都出來要做 反對人團 跟異議人團 的時候 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比方說 大家都有過那個 異議人團 那個門檻呢 那或者是說 大家都反對這個提案 然後 可是大家都沒有 一個人獨立過 然後又很不幸的 可能他加起來又過了呢 那或者是說 像你們提到的是說 異議人團 跟反對人團 可能有彼此要 比如說電視辯論 或什麼時候的 時候要併列 那可是你們現在 預設直接講法 都是一對一啊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有一對多的時候 那你一個正方 那你要幾個反方上去呢 如果兩個三個的時候 是大家一定要合併嗎 還是說 要怎麼樣處理 所以說 我想這樣的一個 大概念本身是好的 可是在實行氣質上 你們很明顯的 就剝裂了這個 思考的角度 然後 不好意思 最後一個就是 我想要提的就是 你們又提到這個概念 是所謂的地方性公投 那首先是 我覺得這個概念 可能 包含你們自己今天 就沒有講得很明確說 到底什麼叫做地方 而來做所謂的地方性公投 而且 呃 我想 呃 先從 概念 不要講細節 從概念上來講 地方性公投 它能不能夠直接對應到 我們其實現在台灣 在另外一個角度 其實在推著所謂的 參與意識預算 跟省意識民主 這種對在於 我們地方 甚至它其實 也可以適用於全國角度裡面 要提高人民 甚至參與度 跟地方自知自覺的做法呢 然後再來是 呃 概念上你從這邊 就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區別 那這彼此之間 是不是 呃 可以直接 要互相取代 那是怎麼做 然後再來是 如果你所謂的地方公投 這個地方兩個字 沒有很好的定義的時候 那 呃 我打個比方講說 如果今天苗栗縣 出來完成了一個地方公投 說我要把事物全部插光 那請問 這個地方公投 它全部都造成去走過了 它也是個地方issue的時候 那地方跟中央之間的權責問題 怎麼樣去區分 那所以我才講說 呃 台灣目前剛好做的第一次的公投 都是全國性議題 所以還沒有把這樣的概念呈現出來 可是 呃 做出當今天這樣的地方議題的時候 呃 呃 該怎麼樣去處理 面對這樣的問題 因為 因為 大家因為可能今天 不要跑到這麼多細節 還是我立刻就是 提出說 有可能的路口 就是可能的漏洞 或者是衝突點 然後跟大家分享 先報到這邊 謝謝 我想 剛剛那個朋友有備而來 他底下講了太多 我沒有辦法反應 我還發現 我在想說 一個法律 如何約束這個公投 如果你公投很多 最後法律否決 那我要以最近這個 姓平這件事來看 如果我們 假設說 我們的大法官 視線失敗 但我們的公投人數卻很多 對不對 正好跟這次是反過來 那如果這反過來的時候呢 那大家會說 會不會說 大法官視線不孝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反轉過來的話 那在行政院強勢運作之下 反正大法官不孝 最後也是 大法官最後解釋 最後也是死於腹胎 你聽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我們看 如何最後大家選出一個 就是說 不管 大法官解釋 或者是公投解釋 因為或 我覺得這次 如果說是因為 大法官失敗 然後再 小林強力主導一下 我想還是會過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主導了這個議題 所以 在法律的效果底下 如何讓這個東西 不要成為一種 憲法 就是說大法官跟 民意之間的拉扯 就大家都很清楚說 你他媽的車子撞的 你闖紅燈是錯的 這個概念 如何落實 我想請教各位一下 而不是人為在操作 懂這個意思 好 謝謝 這個 文向前 因為剛剛那個問題 藏心可以嗎 應該記得嗎 可以 謝謝 謝謝 精采的體會 我覺得講的比我更 簡報還好幾次 是這樣那個 其實 剛剛 您提的 第一位 你的問題 他提四天 其實我們 其中前面有三點 我們其實 我們自己 這個debug 也辯論得非常激 我們今天其實來這邊 我們是希望跟大家一起討論 想想 動動腦 我們也不是說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 眾選位 我們基本上 在版本裡面 不是說 就 可以 可以上去 那 關於 關於那個 提到的第一點 就是死人連數的部分 對 那 我們當初想的就是 解決他的方式 就是 因為電子 因為電子就處在 現行工作法裡面 就已經卸到 那 他是沒有在任何 所謂的 埃西身分證 那個 就是 騎乘之下 他就已經卸到 所謂的工作法裡面 那但是現在 修法裡面 他們 他們 也沒有去把他拿掉 那 如果沒有 所謂的埃西身分證的時候 他是 就是 大家現在手上 可以用 自然痕病症跟健康看 那 他是多種 連數 尾道 其中的一種 那 只是說 因為 開始理解裡面 寫到說 我可以用什麼連數 只是目前我們想到 我們手上有埃西的 卡片 可能就是 你的證明者 跟你的健康看 那 他 是不是可以代表 你做你的 連數的 資訊 我們內部 院論完是覺得 是可以 因為 當他都可以作為 你的報稅品證的時候 他為什麼不可以作為 你個人 有一個 連數的意象 有一個表示的工具 那 而且更好的是 你如果有這個平台 我們還希望 中選會的電子流行 裡面是一個反查的機制 我今天我的健保法被 比如說 家裡的爸爸媽媽拿去連數的人 那 我要有權利可以 反查去知道 那今天 反過來 我用簽名的方式 我可能還不一定會去查 我今天 有被連數了 我還不一定知道 因為我身分證可能放在家裡 以後就出去了 那個名字也不是我簽的 我知道我不知道 台灣有沒有在辨識所謂簽名的證明 沒有 所以目前所謂的你的所謂的連署交例 就是一個所謂的你的簽名 那行政院希望發生生分證原本 那我們認為就是用目前現行的建法法 自然的憑證 他本身就是一個電子簽帳的概念 所以我們認為目前看來是合理的做法 但是我們從頭到尾都認為 電子投票在現階段是不適應的 那當然是有很多所謂的 當然會有所謂的個資 還有包括比如說 大家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有很大一部份人的同城市在中國工作 他的投票印象 他通過我暮年回來的時候 投票的結果會實施 這個就是很可怕的 以前是我單獨 現階段我們認為電子簽署是值得推的 但是他應該要被死打 他應該要繼續繼續研究 我們知道 隨著各地的進步 我們知道有一天要面對這個東西 但是他應該是持續被關注 一個項目的措施 那第二個問題的部分 就是提到保證金是否妨礙 所謂的公投的一個發展 沒有錯 這個我們當初那個 我們迪拜小組裡面也是辯論的非常的激烈 因為 你有保證金就是影響所謂的參政權利 參與公投的權利 沒有錯 但是同時 我們在去年的那個公投上看到其實是 這個保證金對他們相對於那些很有錢的團體來講 真是九人一毛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少的 那 所以該不該有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再多想想 那 如果 公投不應該有 那當然一樣 我們也覺得就是所謂現行的 所謂的公職員選舉的部分和保證金 應該也同時被檢討 人民參政權利為什麼都要受到保證金的一個限制 那 這個限制的門檻該多少 為什麼他要排除了所謂的不有錢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 也是我們 一直在辯論的方向 對 那保證金還有所謂的 從好的角度想 然後我們主黨的所謂的 算是 銜掌 不算銜掌 就是太多 就是 當選者的角度在希望說 越少人來參與我 選舉的人 越少跟我競爭越好 我比較不用煩惱 我明天要來選個立委 發現50個候選人 大家要靠 找不到我的辦法在哪裡 那 有的話就是 就可以至少我洗掉了 可能沒有20萬不用來跟我玩的人 所以 這個 我個人是沒有說的 特別的問題 對 我覺得 這位 這位 我換你 比較難聽的問題 是 搭配思考的方向 那第三個就是 異議人跟反對人 那異議人跟反對人的部分 我們也辯論了很多 欸 很好玩的是 因為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 那個英國的通話工作 英國脫歐公投的部分 在脫歐陣營的時候 剛開始起來的時候 是有三個脫歐陣營 那最後 他們的中選會 他們的中選會 選了一個出來 但這個機制為何 我現在 我們還沒有問到 就是我們有在問一些國外的朋友 到底這三個脫歐陣營 怎麼會被選出一個出來 是靠民調呢 還是靠假投票 還是什麼方式 我們現在還不曉得 最後他們就是只有一個代表 辯論就是那一個陣營上去 他們就沒有什麼合併 合併就是你們自己的事 所以你看 我們這邊當初提了這個概念 我們也還在討論說 該讓多個異議人反對人 同時存在呢 還是有門檻 還是只能選一個 其實我們這邊是 還沒有理解 因為都有他的 他的優劣存在 那最後就是地方公投的部分 他該怎麼定義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公法 對地方公投的部分是 完全沒有任何捉摸 所以我們只是抛出來說 我們應該要對地方公投 該有一個更積極的角度來 來 比如說他可以投訴 比如說像剛剛他跌的房 十五 熊少王可不可以投 所以地方公投可以投哪些項目 他可以投的區域該是什麼 這個所以為什麼 我母法沒有定的時候 這是很可怕的 地方自治條例裡面 他還怎麼固執落地 所以這很麻煩 所以我們認為 應該要在母法裡面 做一個大約者的違反 門檻 公投的事務 項目違和 或是他的一些 沉岸的一些 是比照中央公投的 全國性公投的偶選出 這個部分我們覺得是應該要 輸掉我們的理由 第二位部分 他有提到 第二位伙伴他提到的就是 法律約束公投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視線跟公投的一個 對沖的狀況 那這個報文我等一下想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 國外的部分就是 那個 國外的部分 東投的位階 就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東投位階是會小於 憲法 這個大家應該沒有任何問題 東投的結果 是否成立 他也必須受到 所謂憲法成績的約束 所以 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基本上是不應該被公投所干擾 這個 我相信這個 如果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我不知道不記得說 但是那個戰略是不充 應該要是維持這個狀況 那 我等一下在 有時間的話 我在花一點時間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加州 一個很有名的判例 就是 就是 待會兒給你提到 最後就是一樣 在東投結果結果出來 因為打官司 打到那個 美國最高法院 判決下來 東投結果 無效 所以 大法官是可以宣布 因為總是要有我們 站在一個 最高 最中立第三者的事情 地方 來做最後的裁判 這個是我的 我的見證 那再請 陳務卿 請 我很快補充一下 那個 這個剛剛 第一個提案裡面 我想剛剛曾經有解釋了 就是說 本來就有電子簽章的制度 那 即便電子簽章 那個 即便以後要發電子的 晶片式的身份證 也不當然 像過去念證部說 大家要發什麼辦法的吧 所有不該發的東西 都放不清楚 我就吃兩件事了 而且 從法律的制定過程中 剛剛曾經解釋 那個脈絡上 這裡面的電子簽章 不是要為 過去念證部 想要把什麼東西都包進去的 那個 整合式的電子身份證去背書 或什麼 這應該可以透過來看 真的是沒有 而且真的是這樣能平徵就可以了 那最簡單的那個 檢疫型跟現在的資訊一致的 現在我們紙本的那種 資訊一致的電子身份證 改成電子身份證 它也可以 它重點 只要做到文別辨識就可以 那第二個就是 那個 剛剛另外你有提到 像石谷這樣的議題 我覺得我們要先看說 公投的性質是什麼 要很一定性 第一個 你是立法原則 我現在講的 還是以全國性來講 你是立法原則的創制 還是法律案的副決 如果今天他把 假設說他要提一個法律案的副決 當然他的地方公投其實不行 因為法律案的結構是全國性的 但譬如說 我要把野生動物保育法裡面的那個 不得宰殺保育類 任意騷擾宰殺保育的野生動物 這是法律案的副決 地方層級就沒有 就不行 他要把它副決 把它刪除 但是 剛剛提到的 如果今天他在 苗栗縣這種提一個 說我要把 苗栗縣境內的 我們現在地方公投 大概地性 都是地方自治的層級 我們都把 苗栗縣境內的食物全部都自殺光 他可能做這樣子 這叫做重大政策的創制 他可不可以這樣子做 其實理論上是不可以 因為這是重大政策的創制而已 重大政策的創制 不可以違反法律的民文規定 即便是中央政府的政策 也不可以違反法律 這是在邏輯架構 所以其實你剛剛擔心這個問題 應該不至於完全出現 那 最後 再來就是說 我就 再思考一個 就是說 他們當然沒有很大 那我們要把公投 作為直接民意 是 變成以公投為主 還是 它還是一個輔助性的 因為我們 中央跟地方 都有 代理事 就是有民意代表 那以它的公投來作為輔助性的 還是它要作為 變成好像未來 像實踐案子這樣子 好像慢慢的 台灣這樣這麼熱烈 好像要把它作為反課為主 甚至要把它作為政治利用 而不是單純是針對 真的有需要做 展現直接民權的時候來使用 我覺得這是我們思考的 那當然 所以如何去拿捏 畫那條線就是說 我們的公投 其實理論上不應該要哈佛 太過於那麼的多跟腐爛 但是又不能讓它變成 像可以用那個什麼 身份證 讓它變成 又重新關回去兩個公投 那我覺得這部分 怎麼去拿捏這個程度 還是值得大家來思考 剛剛是不是有位 有位朋友上學生 那那個 那那個 那位先生 謝謝 那首先 首先 剛才因為 詹律師說的那個 師傅的案子 那假設 我今天我苗栗縣政府發 就是對苗栗縣政府發的公投 我不要載師傅 我就是載師傅的這些 就是棲息地 我們來蓋師傅公園發大財 假設是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話 這是政治的證明我也有法律 可是它實質也是會造成這些 對苗栗縣政府 呃 什麼的影響 那像這種可不可行 我想請下一個這樣東西 第二個是 在所謂的 呃 剛才所謂的那個 應議團 跟反對團的部分 那我在想 就是說這個應議團 或反對團 會不會也會造成 所謂的就是 共同進行不下去的結果 比如說 剛才那位先生說的 好 我一個 一對多 我不是同死 我一個 一個是敗戰 假設我們今天 有一個是跟主權有關的 或國土變得有關的公投 那我想應該絕對不會 我們國內應該絕對不會缺少 就是想當強國人 想發大財的這些人 三十個 他只要有商人 他可以組一百團 來跟你慢慢套慢慢玩 那這樣這個公投 不就會 永遠沒有辦法去 呃 呃 沒辦法去做表決嗎 我以上 不好意思 可能就是 我在這邊擦了一下子 因為我是負責在研究這些法律的 其實剛才你們所提出的那些問題 很多人有一些討論 然後可能剛才 因為先生你問問題比較深 那就由我來負責回答這些問題 第一個是 你有提到的事情 包括電子連署 食安這個問題 然後可能剛才 然後可能剛才 第一個是 你有提到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 在考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 其實第一個拜訪過 台全會 我們已經拜訪過他們 那我們那時候 他們討論過的時候 他們其實對這個部分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那因為 其實我們在電子簽章 我們在做這些連署的時候 他只能 我們可以限定說 他帶出來的資料有哪些 那並且 你基本上來說 我們必須討論一個問題是 我們一個電子證件裡面 要包含哪些資料 跟我們是不是要在 要在工作法裡面 讓他可以帶出這個資料之後 他怎麼去 能夠帶哪些資料出來 那是兩回事 所以你沒辦法把它放在一台 我們可以說 我們推動電子連署 那我們也可以在同時去監督說 政府不應該把某些 我們個人的隱私放進去 這是兩件事情 這不是衝突的 再來是 第二個 保證金制度 這個部分我想要跟大家提兩個釋憲案 這兩個釋憲案 其實有第一個釋憲案是 當時候 他們有一個問題是 應該說我們在過往的法律討論裡面 其實一直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保證金不可以作為主卻 人民參政的事情 在這個釋憲案 有一個釋憲案討論過 可是他有同時 另外第二個釋憲案 第二個釋憲案他說的問題是 如果說今天 你在參加總統大選的時候 你卻連這個保證金都交過出來 你連募這個討論募不到的話 你有什麼資格代表什麼的意義 這是第一個釋憲 這是法律釋憲案 這是釋憲通過的 也就是說 在這個同時 我們必須去問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們 要保證金制的制度 我們要去討論的事情是 我們這個保證金制度 設計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是為它要主卻 人民參政的就不對 可是如果我說 我們希望它具有一定的合法 性跟代表性 你必須對你的連鎖書 是有負責任的 這個保證金就是合理的 因為我要你負責任 你寫的幾天 你寫的只要是正確的 是合理的 不是造假的 你是在負責任 所以這是OK的 再來第二件事情是 保證金這個部分 如果你們在提問的制度設計面 說我們以每份連鎖書十塊錢 也就是說 以第七案為例 它其實連鎖下來的保證金 差不多會賺五百萬 它最後退回去三百多萬 也就是說它總共被扣除一百多萬 可是如果你拿第七案的光頭 去看 因為通常保證金跟補助款 是掛在一起的 補助款它總共會連到兩千多萬 也就是說 其實這兩千多萬 對那些團體 可能對那些團體 可能沒有很多 可是它對於一個推動議題的NGO而言 我現在開 我就開一天窗說亮話 很多團體 他們有很多錢 可以搞很多很奇怪的光頭 可是對於一個 真心想要推動議題的團體而言 它繳了可能不到五百萬元的金錢 它可以拿到超過兩千萬的補助款 這對於它推動議題 是有資源上的補助的 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希望是 藉由這樣的方式 因為接下來我們可以預計的是 國民黨很可能重犯的急政 我就直接講 國民黨很可能重犯的急政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必須要幫議題團體 或是小黨找出一個 除了參政以外的 可以參與政治的方式 並且可以有獲得的資源 而不是就是 我們祝福哈哈的這邊募款 然後募了一些錢 然後我們募了一些小錢之後 然後他會省著一些花 然後要怎麼用用的 然後最後什麼事都做不了 或是只能做出一點點事情 這是有問題的 第二個 議議人團跟反對人團 我們對議議人團跟反對人團的定義是 只要他要議 他可以有多個團體 他要反對 他也可以有多個團體 至於我們又提到的問題是 在辯論中 因為我們在 我們的概念裡面是 辯論 聽證 公報 他們都要呈現出來 包含政府單位 也是在這三個部分都要呈現出來 政府單位他的立場要包含 可執行性 應該說技術可執行性 財務可執行性 然後還有在反對的司法系 他基本上聽說三個東西 那至於議人團 他在前面的階段出來的時候 他可以多個團體 因為我議的也有可能 很多種 那最後 議人團他可能不會變反對人團 這也是有可能的 然後反對人團也有可能是突然增加出現 很大有可能 我現在要講的問題是說 當你在聽證 當你在聽證階段 或是說你現在進到辯論階段的時候 你有多個團體 那可能說 我們總共有辦六成的辯論反對 所以會有六個對 六個帶不對 那就由這些團體出來 抽籤或任何方式 或是共同進行表決合意式的方式 都是可以的 他不是一個沒辦法被處理的過程 而是一個 我們要想辦法去討論的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盡可能讓 各種不同的反對聲音都可以被出現 而不是就是我們現在去說 我們現在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做這件事情 這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盡可能讓他出現 然後被討論成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只是說最後他肯定會 某些東西會被犧牲掉 就可能某些人可能他朋友太小 會被犧牲掉 但至少我們讓這東西起個頭 我們才好辦法去往後繼續走下去 再來是 剛才說地方目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地方目的部分 我們條文都寫得很清楚 就是那個詞怎麼否都寫出來 那 一方公投裡面 我們其實把它分成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縣市層級的公投 他在公投的過程中 他兩個 比如說 簽署兩個縣市的公投 他必須兩個人都同意 再來是 相鎮市層級的公投 就是所謂三級政府的公投 再來是 村裡層級的公投 就是所謂的區域 其實我們把 包含他的限制 剛好人數的這個 我們都有寫出一個大概的草案出來 包含他人數要多少 要幾比幾 要多少人連數同意 其實我們都寫 只是我們基於時間限制 我們不可能把休息 展在這裡面去 對 然後並且還有一個討論的問題 是說 如果說今天 在過往議會裡面 因為他們擔心 他們的權力被分駁 所以他們一直不想讓公投法修改 因為 而且在地方上 對 我是要提一個東西 就是剛才 任務先生所提到的 有沒有公投的概念 就是地方公投的概念是 其實 我 所謂的中央公投 他投的是法案 法條 可是在地方上的是條例 也就是說條例跟 但是地方自治法跟中央的法 那兩個民間的各樣的法理是不一樣的 而且是衝突的 不能夠去把它們放在一起 而且通常是條例也不可以一觸法條 因為他這個位階上就是不一樣的法 而位階本身就比條例很高的 所以他就算投了那個條例之外 他還是要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不符合的法律 對 那 所以變成說這部分我們要去談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要去 發動這個公投 他的範圍的話 那譬如說 以前議會他們會擔心自己全被分補 那他們就不讓這件事一步 他們提的理由是什麼 他們有一個理由是 連江縣只要有十幾個人連數 然後呢幾百個人同 然後呢也同意 那就可以進入公投了 所以門數太低 他們提的理由是這個 那我們在這部分 我們是有進出一個門檻 是說 我們要超過多少人之後 一起達到哪個門檻 就達到比例之外 我們還要達到哪個門檻 他才具有代表性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都有在處理這些問題 然後再來是 最後 最後那個 大家所提的 就是國土變更公投部分 這個部分我可能要跟你報告一下 就是有外國土憲法這些變更公投 是另外一種法 那叫我們憲法裡面的 那公投沒辦法處理 國土法怎麼處理 這很有意思 欸 那個公投不一樣喔 那個是憲法層級的公投 不是 不是法律公投 因為憲法層級的公投 它是有另外的一個規範條件 然後並且是寫在憲法裡面的 不是寫在公法裡面的 公法裡面的 公法它能夠處理的 只能是憲法以外的公投 對 或者是說 欸 某些 有某些特定的法律 它也會寫說 除去 就是自己 它本身有個 公投的條件以外 才能夠適用公法法 比如說公法法適用很多 可是它不能夠適用憲法 跟被排除的這些法律 對 也就是說憲法 你說憲法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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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很有提出來的一點 滿有意思的一點 就是說 有很多人在公投題目上面 設計一些巧合 導致這個公投的通過 或者是否決的結果 它會直接的造成 某一些 我們可能是對一些法律演者 或者是說一些法律演者等等 比如說 像他舉的例子是說 我們今天不能夠投石戶 那我們今天就投石戶 煙蓋 石戶 公園 我們今天規定不能夠跟 外國勢力簽訂和平協議 那我今天提一個公投說 您是否決定與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這是憲法用語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進行和平的協議討論 我也沒有任何協議 類似像這種東西 那像這種東西的話 那就是說 這個東西如何在公投法的設計上面去 其實這一次的幾支公投 你也有非常多這種類似的 這種 其實已經有非常多這種類似的玩弄文字 所以到時候才會變成說 甚至是像這個 反正他們也都覺得說 我們公投資公投權 可是你回頭看公投 對我們確實是用專法 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有一點變成大家都在互相玩弄巧門的這種 這種感覺 對那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一個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要談 就是說公投法制度的話 一個可能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而且我覺得 長期關注公投的人應該都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公投制度在 2017年級有一個東西叫公投審議的委員會 就是說他有能力 應該說他有權利去否決說 你這個公投法是不是能夠成立 那是由一群選擇專家所組成的 剛剛那個詹律師在第一輪的時候 他曾經有提到這個委員會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的狀況有點變成是說 中選會他們用他們自己來判斷 來判斷你這個題目合不合理 或者是說這個題目是不是還需要再修改 那是不是我們有沒有 我們如果說我們現在 這到底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不是說 因應於有可能會用文字巧門 來做一些政治操作的這種公投 那是不是我們有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說 有一個聲音就是說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改回去 用公投審議的委員會 因為以前拿到這個公投審議委員會 基本上大家是很高興的 因為覺得那是一個鳥 拿到了一個大鳥 而且這個東西是有正當性 因為神議委員會就是幾個人 也不過就是幾個博士 為什麼可以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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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絕這麼多人連署的東西 對 那我們是不是請藏心再跟我們談談看 這些議題 有些先回應一下 那個師傅都會有 好 好 回三個點 其實 我就這樣子 就是說 制度 它都有它的 要法律制度本身 它有它的框架曲線 就是它有它處理的一個範圍 好 那 之前大概有 我曾經故意調侃的賴清德寫過一個對應的一句話 他說 有裂縫陽光就會照進來 但是其實不見得 我讓他寫一句話說 就是說有裂縫陽光不一定照進來 但是只要有縫隙的人一定會去抓 但是這個不是完全沒有可以處理的方式 因為剛剛講的是說 蓋十五公園 但是其實蓋十五公園 它有旁邊的機制可以把關 只是這個機制會不會怕要開工 或者我剛剛像提到的 那部章說起來 機制機關失禮 沒有辦法把關 十五公園 第一個呢 它要不要還品 如果有還品 還品有可能可以把關 但是當然啦 還品有可能都是縣長選的 沒有辦法把關 第二個 預算編店有沒有議會可以把關 但是如果在苗栗縣可能也很困難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被人在操作這個制度 但它沒有辦法可以去 該有的 附帶的機器去發揮功能的問題 不能所有的都歸 都一定要歸救到某一個單一的因素 那當然還有就是說 那個實務也要用錢這樣計劃去申請預算 那當初中央政府為什麼要給它補助呢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第一時間就把它剝離掉 那當初是不是 那我還是明講吧 那當時的執政門隊是不是有好大喜功 就想要擴充那個錢單的那個數 另外講說政府很自己在建設 那要不要自我檢討 我覺得可能要去考慮這些 就是說它有其他旁邊法官的機制啦 不能什麼都靠公投 而且要不要蓋15公園做公投 到底會不會成立有可行性 會不會有被人證給它提出這個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一個誤號 那第二個我覺得剛剛提到很多那個 藝人團跟法序人團 這個我想不做多評述 不過其實我們既有的公投法第二十條 其實它就有一個就是說 公投案成立公告成立後 然後其實同意的人跟反對意見者 都可以去設宣傳處啊 可以去募款等等 其實這裡就已經有反對人團的概念在裡面了 那其實我們看這一次的那個 反而以後兩立這個公投 或者另外那個問題的公投 其實都有類似提案者支持方 跟反對團體的那個 對抗的那個機制存在 所以這個問題那麼的可怕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剛把我們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說公投的文字橋 那我覺得這就是說 我們那個以前沒有公審會 現在公選會 你這個審查法官密度要到哪裡 這是要哪裡 因為我們的第四條有講說 如果我對你的提案 我沒辦法明瞭你的正義的時候呢 我可以要承認補證 在補證部門怎麼可以把它撥回 那之前那個高拐高層年級 那個合適的那個 那個要把他封那個 就是說不可以撞錢拿拿放的 一天當然都被 我有幫他打官司 當然後來也都說 都被說不明瞭真意 其實我都覺得根本就是 剛剛主持人講 那個博士電校 根本就不是不能明瞭真意 那是好處 那最近有一個案子 確實又用不明瞭這一位博士 就是那個廖彥鵬所提的那個 他叫做那個核能減霉 但是那是鬼謊 還是宣傳不實 他就是說要怎麼要制定一部呢 那個核能發電的佔比 不可以低於燃煤 那現在燃煤是 以今年 去年應該講去年 大概都還有43% 保守會可能受到45% 那核能發電不低於燃煤 到底是要大幅增核 增核 還是要大幅減煤 還是煤 減一點點核 大幅增加 他有太多的情境 講不清楚 他講到補證 他沒有補證 所以用說 誤法明瞭他的真意報 但是在這個地方 就有發揮實質的功能 但是其他大部分都沒有 那我覺得文字取巧 你要鑽那個漏洞 其實有這個可以把關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 實施我們叫你真意報 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就是看委員怎麼去審查 拿捏那個審查的密度 有關於電子連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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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是覺得 對我還是很長期關心人權的角度 就是 其實現在不管是電子簽章法的法 還有公共法原來的電子連署 其實都有 那中選會在行政代作這件事情 蠻有趣的 當他不要做的時候 他突然就非常台灣的先出去 他就有資安的問題 就是不去做電子連署 那不過現在 現在那個 我對隱私權的這部分 有幫我們過去 我們的學者 一直在做的這些事情 就是不管是指紋 還有那時候 晶片跟健保塔這些 但是這一次的 7-0本所侵犯的隱私 其實不下這些生物特徵 那也很有趣的 之前的大法官司憲 就是針對指紋 然後去領晶片 7-0這件事情 那原來那個電子連署 他只是 只是部分的個子 可是 雖然在影本 所附入的個子 好像所延伸 驅詐騙或什麼 所侵犯的法 法醫跟潛在風險 都有 也超過這個 但是 現在保障的部分 好像 好像因為公共法 公共的現在現狀 好像學者在這方面 還有 還有不太知道 當然還想我們也是有法連生 但是還是覺得太夠 那有關地方公共法 其實過去的案例是怎樣 那個地方公法有 曾經有被勾頭神醫 會駁回一個地方之之案 就是 高山教授之前的那些超文 那幾個都是地方公共法案 那被當時的 這個 勾頭神醫 會 那個割決掉 那理由就是 因為那個 和氏的案子 是牽涉到中央民政策 就是他以這樣的理由去 就是 駁回地方公共 那不過現在又有人就是說 當時被割回 現在又 又說要恢復 公共共生醫院 這個也是比較 個人比較實話的概念 那 那現在就是 現在這個 我覺得我們這樣的討論很好 那目前 大家可能比較不太了解 就是說現在 其實民間有個修 修法版本 那我個人有參與討論就是說 其實像我們地方公共 有 大家可能也不太知道 各個縣市就是說 有蠻多縣市是 從來沒有通過地方自私條例 那 他的地方自私條例 被隔了好幾十年 然後現在 這個在 我們現在的民間版本 大概有處理 處理這個 就是 如何去要求地方自私條例 去做這個地方公共的部分 好 當然是簡單 現場還有沒有什麼 朋友 要 還有沒有 欸 那個 那個 老婆 就是關於 保證金還有補助金的一些問題 想要請教 就是說 你剛說補助金對於這些 非常有錢的團體 是九牛一毛 那是不是把 提出公共的團體 現在非常有錢 那再者就是 如果這些保證金 對他們來說 是九牛一毛 那請問這個 保證金的意義何在 那為什麼不用罰則之類的 就是來 遏制這種 就是 假岩屬的行為 那 補助金剛剛有說 就是 剛剛檢報上有看到 就是 這個 不然之 才反對就是 這個任務性團體在 公投完幾日之後 就要解散 對不對 那就是 在公投完 然後開完票之後 再把補助金發給這個團體 那 這個時間點 會不會有點奇怪 那 就是如果說 有一些 可能比較 資金幫的充裕的 民間團體 還 公投可能 宣傳過程中 有一些資金困難之類的 那是不是把 補助金 就是發 補助金的 時間 在提前 例如說 到 連鎖後之類的 因為 就是如果連鎖過 就代表還要一定有 民意基礎吧 那這個時候 發補助金 是否能夠造成 比較大的效益 以上 是我的問題 謝謝 其實關於這個保證器的問題 我個人也是有一個 有點相關 但是不開心 因為一開始那個 一開始那個 朋友提出 保證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點擔心說 就是說 他原來可能變成 像現在代音證是這樣的 就是說 有錢的 很有錢 然後什麼 什麼都砸 然後造成的聲量方面 都對的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說 這個公投法的 是不是可以大陸類似 像是 我們現在的 政治獻金的 這種規範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 甚至是說 政治獻金的 這個上限 比如說 那個 某一個特例提案 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上限 應該要到達 是不是可以 也許可能化一個上限 或者是說 我們可能要知道說 哪一些 這個 提案 它背後是 哪一些人 在 因為 其實像這次公投就是 就是 我們才會發現 原來有錢人真的很有錢 他可以丟個好幾億出來 就為了 讓某一些人不能解誤 有錢真是任性 對 對 對 等於是像是這種狀況 就是說 至少我們在用這個 政治獻金相關的規範 來讓他 知道說這些公投 這些提案都是誰的支持 對 就是說關於這個政治獻金 對 關於這個 有跟保證你有點關係 對不對 我們最後是不是請兩位 再做一天的訓練 剛剛的提問 提問真的很好 那 但是 我等一下再回 我這邊 稍微補充一下 那個簡報的部分 那個 我還有準備了 三頁 就是 其實跟大家提案 就是提問 多多少少都有些相關 可以嗎 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整理 比較 因為智慧比較小 然後也比較滿感 所以大家怎麼看會辛苦一點 這是我們整理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 就是瑞士 加州 跟台灣 的公投制度的一個比較 那為什麼叫這個 這個瑞士跟加州呢 瑞士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它是全世界最愛公投的國家 那加州呢 是全美國最愛公投的州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兩個地方 那我們快看一下 瑞士 人口有842萬 那它實際有公民投票權數 是530萬 大概75% 那加州 比較 落差比較大 它居住人口有快要4000萬 那實際可以投的 只有2000萬 看來都是拿綠卡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投票 那台灣 那個可投票的人口 就是跟加州很像 2300萬人 然後可以投票的是 1920萬人 我們講是 投公投的部分 那投票年齡 他們兩個都是18歲 但是是 除了公投之外 連選舉選 都是一樣 那台灣就只能從公投 就比較可憐 平率 這就好玩 這裡 這一次是 三個月一次 固定 每年都是固定 四個公投日 而且它 這個固定日期 都已經寫到30年後 就是未來30年 哪一天公投 你都查得到 在當政府的網站中 查得到 那我們跟加州很像 兩年一次 好大學 他們也是沒兩年一次大學 那台灣就是 就是一樣 然後公投種類 這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類似這邊 部分有分三種 一個叫做公民 公民的動議公投 就是所謂的立法 就是我們講的創始選 另一個叫做選擇性公投 就是所謂的駁軌 就是副異權 然後再來就是修憲 那修憲的門檻就會比較高 他們就是有 因為他們是聯邦 那個邦研制 所以他們還有所謂的邦的 的 通過過半的邦的數量要過半 就是所謂的雙過半 那加州這邊 一樣有分三種 創制 然後所謂的 支線 修憲 然後跟副決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台灣是沒有分 那為什麼他們要分這兩點 這個就是今天跟接下來 我們要談到的所謂的 剛剛詹律學員提到的所謂的 政府機制 是不是有單位施 因為理論上 我們是有代議式的 我們有議員 有議員 有議員 在幫我們反映我們的民意 為什麼我們今天 還要這麼辛苦的去 公投創制 或是公投復卷 通常是他們 他們想的跟人民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才去做這件事 或是 不要說人民啊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就可以去進行公投 那理論上 如果他想的都跟我一樣 我就不用煩惱 我選完了之後 就給他了 那總統也是我們自己選他 行政院長是他派的 理論上 都是我們的民意才對啊 我們應該都不用煩惱 事實上也是這樣 好 那 所以他們在這邊分的時候 為什麼要分這三個 門檻都不保 那 最 大家往下看 這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 創制權的部分 門檻 就是 所謂的 一階 就是一階連署的部分 我們提案的部分 所以事實完全沒有門檻 我一個人 我就可以去提案 我想去做幾個 不決也沒有門檻 那加州這邊是 也很少 25個人在議員 那他們這個創制的25個人 基本上就有點像我們 我們提的就是所謂的 提案人法 一個人民團體的概念 那副決就無所謂 你一個人就 我對這個 那個當公共的法案 有一件 我一個人就給你 那台灣就 我表演得萬能值 兩千 那 那創制不決 我們都一樣 所以都這樣先 然後 所謂的 創制提案的 二階連署的門檻 在這裡 十萬人十八個月連續 很久 那讓你慢慢點 不急 瑞士這邊 很悠閒 慢慢來十萬 那十萬人佔他們的那個 公移處大概是千分之十 就來 第一點就 也不高 那 加州這邊就 都我們一樣 所以我們 我們的支度跟加州很像 他們是一天六個月 他們人數就多很多 五胖 六十三萬 我們台灣這邊就是 那個 所謂的 二階連署 我們就是三十萬 就是 接近三十萬 大概是這個 那 加州可以提 所謂的 修憲公投案 那他們就 門檻就分到 八八 一百萬人 那 副決的門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副決門檻 很明顯的 加州跟瑞士都特別嚴格 他們都在法案通過 瑞士的話是法案通過 一百天之內 你要提出來 然後你要拿到連署 不是說你提案就好 你提案完一百天之內 你要把連署做完 那 加州這邊 是那個 法案聲調後 九十天之內 所以 大家有沒有發現為什麼 覆決門檻都會比較嚴格 因為理論上 你選出來的代議是 他議論法 應該要跟你的想法差不多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 這個 有一點是在保障 所謂的 目前他們的代議制度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們目前是沒有的 今天 令法院有一個法案 三年前立的 我現在看他不少像 我們這個 這個義和養育 我們去修憲憲 憲憲把那一條 幫他拿手洗的 我現在突然覺得他很扭 我要把他修掉 然後幾年後 我去提一個案子 你去修他 其實這是 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理論上你應該是 把你的心靈意 去反映到你的所謂代議制度上 讓代議師去幫你處理 但是當凡事都要變 你來處理的時候 那這個 這個就會有混亂 這是所謂的 民意衝突 這是我們 看完所謂的 國外的制度 又發現 我們在公投法上面 缺少了這個思考 那當然這可能 跟我們整個制度的設計 這可能會有關係 對 那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就是 進到所謂的提案審查的部分 那 我先把內事這邊講 他們提案的部分 他們提案審查的標準就是 合法不違憲 然後文字字句要清楚 無名兩可 然後結束了這些條件之後 是送國會審查 他們有個國會審查的機制 然後進入國會審查之後 他也不審查 沒有 然後 國會 這個地方 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有國會審查 他們很好玩 他們國會要是看到這個公投法 是 這個公投法很好啊 他們經過 國會議員經過內部討論之後 我們應該要這麼修 或我們應該要 直接立這個法 他們就直接把它處理掉 你也不用再投了 我就幫你修 那如果你還有意見 可以 還是可以繼續投 沒有問題 所以這是讓一個 國會在中間的那個 去審查說 我的名義是不是跟現在的名義有落差的 一個很好的機制 加州那邊也是 加州那邊也是 送到那個 州檢察長的辦公室 他們的公投提案是 送州檢察長的辦公室 來做啟動 然後 你的公投標題跟主文是 州檢察長幫你一起寫 你不能亂寫 你寫來就是草案 我幫你改給你 你不能寫一個 跟法律 那個落差很大的一個公投書 這個在加州是不接受的 然後加州更詳細的是 他們還有所謂的一個 要立法分析辦公室 這是一個獨立機關 是附屬在加州的國會底下 那這個立法分析辦公室會幫你算 你這個公投案他的 要花多少錢 你的預算影響 你會幫政府賺錢 還是會花到政府的錢 還是怎麼樣 一個成本效益的分析 都不會在這邊做主力 所以你的公投案 會有一些細節的東西 長出來 然後最後一樣送到 所謂加州的國會做審查 那加州國會審查 有門檻 聯署已經到有門檻之後 他才會集中審查 那審查完以後 他的審查是他們 加州國會做假投票 他們投票完了會覺得 自己國會議員 會覺得說 我們要不要跟著公投案 去做法律的立法 但是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加州沒有 加州一定要走到公投投票這個階段 所以他會把投票的結果 附在政府公報上面 說你的議員 對這個公投提案的意向是這樣 贊成多少票 對多少票 列給你看 然後給所有的加州公民做參考 會列在指揮的公報上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史程 這個就最有意思了 在瑞士這個地方 最快最快從提案到 從聯署書完成 到那個進入公投至少兩年 那為什麼要兩年呢 聯邦秘書入審 就所謂中選會審查一年 國會審查再一年 所以這個就至少兩年 如果再加上聯署 就是超過兩年 你聯署超快 當然也要兩年一月之類的 那更有趣的是 它有所謂的反對機制 那反對機制 國會跟政府就可以反對 國會跟政府 這個公投提案 我覺得不合理 或是我覺得 實在的行為怎麼樣 我在跟做反對 它可以再多花一年的時間 做所謂的審查 所以 比較有爭議的公投案 在瑞士很容易就超過四年 才從你提案到投票四年 如果有爭議的話 那加工這邊 他們就比較是 因為他們兩年一次訪大學 所以他們都是從大學制 回歸你需要的時間 那大家可以看 所以 我就直接講 他們最少 他們的建議就是十五個月 一年又三個月 也是遠超過我們目前 台灣的 東投的速度 我們台灣東投的速度 在跟世界比起來算是光速的 對大家不太希望討論論 可以去拿小時候的投票 其實這是很不對的 我們從這兩個 最喜歡做公投的國家跟州 來看他們的建議 那最後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就是 法院可不可以駁回提案 或是宣告公投的結果不效 在瑞士 這是最近 今年四月十號的判例 就是這個是2016年三年前 一個基督教民主罪事 基督教民主罪事 基督教民主罪事 提出的一個 婚姻賦稅平等公投 那 他被駁回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結果 他直接宣判無效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 政府提供的資訊 有誤 當初這個 這個公投案 政府在提供資訊的時候 我也不是記得太清楚 就是 會被 因為他這個提案是說 要提高結婚的人的稅付 那 政府算完之後說 受影響的 那個夫婦呢 假設 5萬 5萬對 5萬對 結果投完了 也通過了 最後政府才發佈說 明明我都算錯了 其實受影響是50萬對 所以 就上法院了 那法官就說 沒有錯 這個政府資訊 是會足以影響 公投結果的 所以 廢止了這個公投結果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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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投結果就無效了 你要你就從頭 那 加州這邊 就跟我們息息相關的一個議題 他們在 2013年的時候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了 2008年的一個公投 這個公投 就是跟我們去年公投幾乎一樣 只是他們這是修憲案 就是 只有一男一女 是合保的 對 這跟我們的體驗就是一樣 其實他們是憲保神經 他們直接做修憲 那 當年 2018年 這個 這個投票是過的喔 這個公投案是過的喔 所以大家被以為 加州非常先進 然後是那個 那個 我們常常看電影都是那個 同志很多人 沒有 他們的民工其實沒有大家想像的開放 這個案子那個民主官來問我是過的 然後就開始一路打官司 地方法院 高等地方法院 聯邦地方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 最後一路打到大法官 2013年過了五年後 判決 這個公投 違憲 違反美國憲法 因為人權不能空洞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講 他們的法官會站在最後一道防線 做 所謂的 是不是違反人權的採取 那最後我補充這個 這邊有沒有需要登記的民團點 類似不用 兩萬保證金 沒有 但是加州要 加州保證金很低 兩千塊美金 那為什麼是兩千塊美金 因為它就是說 你要是說 捐款超過兩千塊美金 我就當做理事的民團點 你就要負責那個 那個 提供財報啊什麼的 然後它也有所謂的 宣傳資金的上限的一些限制 大概是這樣 那 這個是 我們整理的 企業 就是 跟國外的比較 那 給大家做參考 那 剛剛提到的就是 這位夥伴他提到的那個 補助管 是不是要提前發 這個 這個 這個理念其實 我們內部也討論蠻多的 那 是沒錯 因為像比如說 從 英國這次脫歐的 我們去研究以後 他們的政府 政府的主管就是 他們選定了 那一個 就是 團體之後 就是正反方 正方當然不用講 就是 那反方 就是 就是所謂脫歐公投方 我三個選一個之後 他們就針對他 來做 所謂的補助 那一樣 他要提供財報 所以他們最近有個官司就是 他們在調查 脫歐那個團體 是不是 花超過 所謂政府的 那個 那個 規定的那個 發費上限 他們現在面臨這個 這個 這個 司法調查 針對這個 所以就是所謂的 這個權利義務 有保證金 就會有補助盤 我們覺得這是 你的權利 就是 你應該要 不然就 我們不給你補助盤 那當然就不應該什麼 我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 一個對人狀況 那補助盤 補助盤是 何時發暴 我覺得這個是 可以 在討論 有一個 因為這個牽涉到 所謂的 反對人團 他的成立 跟 他有幾個短力 或是 他的組成 我們怎麼凌全他 或是說 就是這麼多人 那是不是 反對那個 那個團體 或是那個 對不起 倡議團體 他該怎麼發 他花了很多錢 他在電很多錢 我什麼時候給你 那這個部分 我也想過了 但是 事實上 現在的倡議團體 他還是在做這件事 他還是苦咔哈的 去做收連署 對 看大哥他就只能清楚 他就是苦哈哈的 在做連署 他就是一直在練錢 那我們想說 至少 在他工頭 整件事情 做完了之後 他可以拿到補助盤 對他 下一次發動 比如說 在一個新的工頭的時候 他是有餘力的 就是有餘力 就是還有一些 我可以知道說 我做完這一次 不是燒完就沒有了 我有新的補助盤 竟然還可以做 那我們的法案版本裡面是寫到說 他在18月之內要進行解散 就是工頭結束之後 那解散之後 這些錢 就是要所謂的捐出去 那你要捐給哪些團體 應該就是當初成立 這個人民團體的那些 就是贊助的人 跟所謂的NGO團體 那當然就回到所謂的 這些小團體 公民團體的一個手上 讓他們有支援 再去往下做更多 所謂的 我們講 更先進的事 或是跟 政府一些不公不義的地方 對抗的一些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那個 曾鈺先生有什麼 那 因為我們今天事件 關係也差不多 就是到選擇 那 我們就是說也非常歡迎 就是說 有朋友可以 就是說 願意的話 願意留下來 繼續跟那個 藏心 或者說跟戰力師 來多做一些討論 那其實 結果說 經過今天的這個講座 我覺得 不管是 這件事像公投動 直接民主 或者是說像 那個 代議政治的這種 間接的民主 其實 民主政治這件事情 它都從外 都不是單純的 我們現在馬上來 也好比誰 比較多數 我們可以看 剛剛從 特別是最後的一些 國外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 很多制度的環節 一款公關 然後在每個過程當中 其實它 每一個環節 它都是一個 民主審議的過程 那慢慢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 把一個議題的 這個 利弊的好 或者是說 這個議題的討論 都討論的最好的情分 那我覺得 也許 最近這次公投的這個 結果 並不是 很多人可能 就是像長青這樣子 就是 不敢哭 對 但是 我覺得 也許 不用因為 一兩次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震盪 然後就是說 失去我們對這個 公投 公投這個理念 或是說 公投背後的理念 或者說 公投好像是 一些的 期待還有事情 那我們今天就 大概到這邊 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謝謝